因为患病的爸爸 而正式入厨的欧泳梅Marjorie 从来都没有正式学厨 连烹饪书也没有看过一本 吃完回来自己想 不如试试煮吧 一次不得 第二次又试试 试到我自己认为可以 因为我挺高的要求 人家最好收花枪包片 又是桂花翅 经常宴客的她 这次教大家煮材料不难买 做法不复杂 味道好又体面的三道燕客菜 丢热锅落油 油热后放入银芽炒至半透明 隔水装起备用 炒的时候最重要不要加盐 因为加盐可能会有水 蟹肉粉丝和蛋漿拌匀后 落盐调味 再烧热锅 落油至未热就可以落蛋漿 蛋煮至半熟 加入银芽 不停用锅铲翻炒 已经煮熟的蛋汁 令蛋结成一粒粒 最后放入狗黄 半炒至蛋粒 挂在材料之上就可以上碟 逢客之前可以在表面 撒一些金华火腿碎做装饰 鸡洗净之后就可以出水备用 烧热锅 落油爆香蒜头 干葱 葱段 和姜片 将炒香的新料加入生抽 老抽 花雕酒 水 冰糖 和香料调好的酱汁里面 煮滚之后试味 味道应该既咸又甜又大点走香 味道合心意之后就下鸡 鸡胸朝下 转中火 每15分钟转动鸡身一次 煮45分钟就可以 等鸡放凉之后就可以切碱备用 我们上热之前 我要淋一些汁上去 热锅 落油 先炒熟虾仁 炒至七成熟 再加入脆肉瓜和云耳一起炒 加入三色椒和冬菇 盘炒之后再加入调味料就可以 上碟的时候 还可以加虎泡合图做装饰